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早晨 周末新聞報傳 謝謝希哥 來到6月12日星期六 今天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和大趙雨 亦有雷暴 最高氣溫30度 吹清淨的冬至冬南風 初時離岸海域和高地吹強風 海面有湧浪 熱帶氣旋會在今天和明天 環過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 我們廣東沿岸這邊 今天風勢就會較大 週末期間有狂風趙雨 不過接下來有個公空反氣旋 會在下星期初逐漸增強 我們到時的趙雨就會減少 添息就會變回明朗 好 今天的新聞厲害了 6月12日 周庭刑滿出獄 消息指懲教署就會將一般程序處理 警方就會評估風險 有差風險嗎 被人聚會 集會也不是聚會 聚會也不允許 不要說集會 沒有風險 我想他出來也是找大J哥罪阿舅 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我相信就是沒什麼 不用這麼勞私動眾 講到這麼嚴重 一個女生做得什麼 很慘 之前講到阿獄中 又說天氣很熱 今天就出獄了 我相信一會就會有一個報道 應該傳媒走去訪問他 去接他 一定是 一定是 我們先講一下疫苗 日本那邊就有統計 沒有人口哪有數字 日本接種輝瑞疫苗 輝瑞的中文就是Biontech 就是我們的復必態 累計196人死亡 莫德納未有死亡報告 但打的劑量有不同 日本打了1700萬劑Biontech 累計196人死亡 莫德納只是打了19萬劑 差很多倍 一百倍也不止 差不多一百倍 這樣就沒有人死亡 那死亡率我現在看上去 感覺上偏低 感覺上偏低 1700萬才196人死亡 他講到有些人說 沒有數據支持 現在就有數據 但是你說是什麼呢 就不知道 暫時就不知道 現在香港就說給一些年輕人 12歲就開始打Biontech 但是外國就有一個統計 說年輕接種者就有這個心肌炎 我們看到Sunny那條片 都看到她的胸口拿著痛 我都相信是真的 都是在講這個Biontech 但是香港的專家就告訴你 這個心肌炎 就不同於那個心肌炎 那他就說 估計 這個報紙這樣寫 那就應該沒事吧 就說這個嚴重性是什麼呢 專家指出部分的心肌炎患者 病症輕微 無需醫治 就自行康復 這樣說的 大家自己 喜歡打就打 所以不要經常誤會 有些人說伍仔說 伍仔經常叫人不什麼 不是啊 我叫你喜歡打就打 我現在只是來報新聞 有些人說 你嚇到人 神經病 我說的那些 在網上所有的報紙都可以賣 不過它陰陽 有幾個名字 混淆 又輝瑞 又Biontech 又復必泰 因為不是每個地區都可以報出來 我看到 蘋果日報 都是台灣的蘋果日報才敢報日本的Biontech 看到HK01也有報的 昨天 這個其實是大新聞 不過今天已經被一些新聞蓋過了 當然了 香港一天有很多新聞 所以我們真的要慢慢和大家說一下 疫情底下好笑 在台灣有一個全裸的女人 在台中逛街 這樣也可以 全裸的 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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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人就說 感到錯愕 立刻拿起手機報警和拍片 那女子就不理會 不理會 有人猜她說 你是不是輸到 就去買木瓜牛奶 這樣會不會是台灣色情的網站 搞活動那些事情 但是大家就是比較關注 你不帶奶罩也不要緊 你最重要是戴口罩 那她就什麼罩都沒有戴 現在台灣有一個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罰款就是 三千至一萬五千台幣不等 那女子現在就說 初步了解 而有精神困擾 精神困擾都不用剝衣 要是去買木瓜奶 天氣這麼熱 要不要穿得這麼涼 國王的新衣 那些朋友 鞋都沒有穿 對 什麼都沒有穿 有人就說 阿姨 你口罩是要戴的 奶罩不用戴 這樣 挺好笑的 這件事 再說 有一個移民局說 香港移民顧問 說 接下來 暑假會是高峰期移民 走去英國 那些人走 明年走的人會更加多 現在香港有一個移民潮 也看到 你看到 有時候 看電視看到他們的嘴唸 你不走就不行 走得快 好世界 叫人移民 就不犯法 就不代表是 逃犯 林鄭月娥說是逃犯 對 神經病 那香港就是坐牢 逃犯 然後 警隊辭職和空缺的數目 就是各部門之罪 很多人不做警察 共5671個空缺 蘋果就說 警隊聲望大跌 就說 很多人不做警察 我今天看到一個 好笑的 那些學警在暴操的時候 扭傷了頸 不知道阿希哥有沒有看 他們一起轉 右面的頸 一轉 然後轉中 又說 阿Sir不好意思 那頸扭傷了 網上傳了一段 這樣的影片 挺有趣的 反映至現在職位空缺 誰願意去求職 都可以 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再說 何文田昨天有一宗 充電的電動輪椅 起火 57歲的藍護主 送院搶救後 不治 這些真是很嚴重的 本身已經是行動不變 起火的時候 不能救 救不了 吸入過量的濃煙昏迷 之後送到伊莉莎白醫院搶救 就證實不治 這宗就是何文田 真是慘 所以買這些電動輪椅 都不要說買些便宜 但沒辦法 有時候人們窮 你走去都是淘寶貨 真的很多人淘寶貨 便宜很多 淘寶一千 如果你在香港買一萬 那你怎麼計算 就是這樣 你手機也有大陸貨 也會爆炸 這些很難說 生死有命 富貴又天 說到昨天好瓜環 白街的貨車失控 產上行人路 62歲的藍司機 搶救一天之後 就證實不治 是呀 很慘啊 很慘啊 這些意外大家都不想的 其實你看到車子 不是損位都很嚴重 那個司機 車子都不是很爛 你都沒有夾沒有性 是呀 真的很難說 他說被救出的時候 口吐白末 那這些可能是 可能壓到 車子不爛而已 可能壓到他 或者怎樣害怕 內傷 真的不知道 你看他真的不是很嚴重 損位 是啊 車底查了一點點 是啊 是啊 那司機就證實不治 所以很難說 是不是 生死有命 八秦夫人 失蹤夫人 經常有人叫我讀 八秦不是八孫 八十幾歲 失蹤的婦人 就服侍在荃灣丁九石灘 釣魚的男人發現 有人問我 我經常釣魚 在佛學裡面怎樣搞 我有慈悲心的 也不釣魚 如果有個釣魚男 發現有個老虎的屍體 其實也算是一個功德 起碼死後有人知道 死者八十六歲 姓楊的老虎人 是吧 那是預歷身亡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不知道了 他失蹤後就浸死了 下面打了很多薩瑪利亞那些 懷疑是自殺 很難說 年紀大 有些都厭世 很有趣 我那時候去維多利亞公園 看到一些老伯 腰骨很直 八十九歲 他跟我說 我八十九歲 然後他說 很多病 周身病痛 因為年紀大 功能會有些 碎腿 對 那時候見過老伯 雖然腰骨很直 但眼睛很黃 我猜股肝有些事 所以經常都說 年輕人不要喝那麼多酒 不是不要喝那麼多 簡直是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吃煙 現在天天提著你們 你們 這些是因果病 對 有些債要還 要還要還 先罵香港政府 搞什麼 哥倫比亞和韓國 現在列入高風險地區 是不是要停飛 是 沒錯 下星期不開始 下星期五開始 對 未打針 反港 要隔離二十一天 對不起 不是停飛 怎麼說錯 下星期五開始 未打針 回香港 要隔離二十一天 下星期五 現在是星期六 還有星期二 一、二、三、四 買得撤飛 哥倫比亞高風險 不是現在一直 繼續輸入 繼續輸入 搞什麼 現在呢 全世界 香港疫情最穩陣 我覺得最穩陣 看數字 看人命是什麼 現在我們說很多都是數字 搞到我個人都冷血了 以前那些半肯定 醫療失故的死亡 哎呀呀呀呀死侵了 現在沒辦法 昨天看到的新聞 也是新聞 告訴你們 那些全世界的藥廠都免了你們的責任 就算打針有些什麼全部免責 不會有什麼的 因為大家都在試驗階段 疫苗救世界嘛 對不對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你說香港控制得這麼好 這個情況 它依然可以這樣輸入一些 要下個星期五才開始 為什麼不即日生效呢 什麼事呢 林鄭月娥究竟是 因為你怕香港人就是沒有這個 輸入桿 沒有輸入桿 你這樣搞的防疫 之前和澳門比較已經是差狗皮 有些人就說林鄭月娥什麼什麼 我不知道她什麼什麼 誰知道她什麼什麼 我又不是她腦裡面的蟲 問她老公也未必知道 大家有大家估計 再說香港亂得混蛋 不要開玩笑 有些人就說香港很好 大家靜靜的 哎 真是低年齡化 經常說為什麼要打針 快打針上學吧 有些人就說其實他們現在上學 都是回到1點多 如果打完針就4點多 那三個小時就明益她 打針和不打針那三個小時 關什麼事呢 好了 說了什麼呢 有些罪行 網上收單犯案 十三歲女童 指使十五歲少年 林友收債 攝逆21宗 21宗這些同類型案件就被捕 神經病 十三歲指使十五歲年輕人去林友 厲害 你拍出來怎麼拍 TVB也拍不到 你捧個十四歲 打算小 別人十三歲就可以收債 怎樣捧 你搞不定 他這個拍劇 好像全部都三十教 煙少女那些 現在的戲全部不更新 現在全部都是低年齡化 犯罪 每單報仇三百至五百元 那十三歲少女什麼事呢 我猜而已 我猜 怎麼知道 在荃灣區拘捕十三歲女 和家人都有這些背景 不然怎會十三歲這麼小 十三歲很小 真的 妹姐當年這麼有霸氣 也不是說十三歲就可以指使人 我不是說妹姐做什麼 你看她十八歲的時候 你都覺得她很小 但是現在十三歲要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想不到 腦子是想不到 現在簡直是想到 現在看外國西片恐怖片 孤兒那些 你猜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完全是不明白 還涉及二十一宗 這些網上罪行 這些是入女同怨 還是究竟是給她的 那些家人 你有什麼理由 十幾歲 十三歲 神經 可能有了這個網上 大家接觸的資訊 十三歲和二十三歲 都可以收到同樣的事情 所以令她們 不知道 可以接觸到這些罪惡 唉 那說一下 在里圓門 有三個青年 就遭二十個 惡殺就是達朵 是嗎 施集什麼叫達朵 就是問你哪裡哪裡 我是哪裡哪裡 作人爆樽為偶 就多處受傷 里圓門發生這個傷人案 打到Blackjack 兩男一女 十五至十六歲 就說 在里圓門海旁的馬環村對開 因態度問題 就是看什麼看那些 這些不是什麼態度問題 也是那些 其實聯群結黨 見到你不信超就打你 又有條女兒 不過人多就是 所以出街自己聰明 那些事情 不過很難說 這些事情 要發生總會發生 我們態度要謙虛些 對人 怎樣頭眉笑都難 笑什麼笑 要打你就要打你 要打你 人家二十個很大生意 稱之為做事 所以我們這些小時候 撲開就知道什麼事 大家有個生存法則 在香港的街上 出來逛街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看完這些新聞 我真的生死了 三孩政策 香港很快要跟國情 對呀 有人說 生三個 你怎樣養 在香港 你怎樣養 在天水圍有一宗 洪福村 破獲家庭式的犯罪集團 拉了四男女 包括一對兄弟 檢獲77萬的K仔 這對 都是很小的 兩男一女 再拘捕 包括十五歲的弟弟 十七歲的女朋友 還有媽媽 還有一個四十歲姓尿的男朋友 真是大生意 天天都有這些 天天都有 不是老爸和前妻兩個 天天都是這樣 我都說是系統 每天都破獲家庭式 所以說香港亂到混蛋 我沒有說錯 再說 女教師涉嫌虐待菲蓉 煎餅虐打 掌刮 多處受傷 這些圖我不能貼 一貼就黃標 哇 神經病 又說有抓狠 休息日 那天 星期日就不讓人出街 變態 混蛋 還說教師 真是 任職中學女教師的僱主 就要照顧小朋友 當小朋友哭鬧 僱主就哭 就會斥責他 還會連續掌刮他面部十次 抓了他 哇 這些這麼危險 還不讓他做教師 這些賤人 這些什麼 叫做 種族歧視 首先為什麼 非傭你又會這樣打法呢 還有你請一個人回來 你可以動手動腳 你為人私表 誤人子弟 馬上坐牢 不用說這麼多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拜拜